OLED和LCD都是我们常看到的显示屏幕 但是它们的工作方式有点不一样哦 首先我们来看看OLED OLED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灯泡可以自己发光 每一个小灯泡都可以自己控制亮度 就像是我们家里的电灯泡一样 可以开亮也可以关掉 所以当OLED显示黑色时 那些小灯泡就可以完全关掉 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黑色 而且OLED的视角很广 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看 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画面哦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LCD LCD就像是一个玻璃板后面有一个灯光 让玻璃板变得亮亮的 但是LCD本身不会发光 它只是让光线通过来显示画面 所以当LCD想要显示黑色时 它其实是让光线少一点通过 但还是会有一点点光 所以可能没有OLED显示的黑色那么深哦 而且当我们从旁边看LCD时 可能会看到画面变得有点不一样哦 OLED色彩画质比LCD更好吗 首先我们来说说OLED OLED屏幕的色彩表现非常出色 因为它能够覆盖更广的色域 所以能够呈现出更鲜艳更真实的颜色 就像你用彩色蜡笔画画一样 OLED有更多的颜色可以选择 所以它画出来的话会更加丰富多彩 而且OLED的对比度也非常高 黑色显示的非常深邃亮色 则更加鲜明 这使得整体画质更加出色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LCD LCD屏幕在色彩和画质方面 也有不错的表现 它通过使用液晶分子的光电效应 能够准确地控制 每个像素点的亮度和色彩 从而展现出绚丽多彩 清晰锐利的图像 LCD的分辨率通常较高 能够还原图像的细节 给我们带来较为逼真的视觉感受 总的来说 OLED在色彩和画质方面 可能更胜一筹 但LCD也有其独特的优势 选择哪种屏幕主要取决于 你的个人喜好和使用需求 如果你追求更鲜艳的色彩 和更高的对比度 那么OLED可能更适合你 而如果你更看重高分辨率 和稳定的视角 那么LCD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希望这个解释能够帮助你 更好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 感谢观看